你找一个公司,我帮你评估,我相当于当你的顾问,我帮你看看他们行不行,他找了几家公司,最后要不然就说三个月没问题,要不然这个就说你要给多少多少,没三顺不做,要不就是凡总的让他不放心。 最后他等我半年才找给我,直到我快捐店我不开了,我开了半年没赚到钱我也不开了,我说哎呀不开了,然后他说我想了想去还是找你做吧,然后我就接了,这种信任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我招了个小孩八百块钱一个月,在我这干了半年,半年过后我给他推出去就业了五千块钱一个月。 就是跟我干了半年之后,推出去我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五千块钱一个月,现在他在郑州,估计在郑州的薪水他算是比较高的了,那个小孩,也是八几年的。 这种例子太多了,包括最近朋友要给的房地产评估项目也是,非我不做,就不包给我,他们都不放心,就一定要包给我做,因为都吃过亏,以前可能不知道是包给谁的,说没问题三个月, 我那个项目,他当时问我要做多久,我说半年,其实我估长了,我心想其实赶一下,应该四五个月可以搞定五个月,我说签合同一定要签半年,但我口头答应尽量的四个半月出来,我一般都会这样的来做。 所以,我们以后如果大家要去接火啊,或干嘛的,尽量把周期估长一点,不要估成你那种理想之后。 OK,吹会儿牛皮。 所以,你看,通过我们刚刚那个故事,不光是说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性能的这个重要性,优化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整个过程中的设计,要做一个好的价格设计师,你要了解的方便,是方方面面的,还不仅仅是编码。 你看我连IS,比方说大家用JPE,JBOSS,对吧,EGB,他们的这种优化啊,性能啊,很多非功能性的东西,你都要清楚。 包括我们安卓也是一样的嘛。 安卓就拿一个点,做一个播放器来说,对吧,你要实现这个功能,能让它播起来很简单,你要让它播起来不出问题,那就还是要花点功夫了,对不对? 所以,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到时候,在,就基于我们这些设计的原则,设计无非就是为了这几个东西,只要说我们后面要学这个模式,那个模式,都是为这些服务的,别把它看得太,太复杂。 那么,我们常常提到什么是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概要设计,我个人,其实就把它当做架构设计,那么它是进行我们框架的抽象的这个过程,定义和实现我们公共模块,注意啊,定义和实现,第一,公共模块,第二,关联模块的接口,还有,定义我们开发的一些规则和约定。 这个怎么说呢? 比方说,小马那个项目里面,大家在定义了的一些那个,基类,那是不是就是公共模块?只不过叫公共类嘛,对吧?公共类。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要提供给,将来给大家共用的这些调用接口,比方你,你用了一个什么类工厂模式,以后你用了一个,你实现了一个factory这样的一个,一个接口,一个类啊,或者说你定义了一些I,I什么什么的这样一些接口给别,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其他,各个模块之间关联用的这些接口,对吧? 所以你看,同时呢,我们还要定义开发规则,这个系都可以系到什么程度啊? 系是可以系到我们整个这个开发过程中的这个约定,包括我们的编码规范,你看我们这个课程一开始跟大家约定编码规范,对不对? 那么,粗用能处到什么样子呢? 粗能处到,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些机类,基本模块,如何去调用我们的这些公共接口,就是这些,我们是涵盖的比较多了,还有,包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每日构建,应该怎么去每日构建,这都是算是约定了,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概要设计,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抽象我们公共的东西的这个这样一个过程,这样很容易理解,对吧? 好,我们再说一下详细设计,概要设计之后,我们就会,由于有一些公共的东西,我们已经抽象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去分,分到各个团队,乃至于各个人,然后由他们,再基于我们这个构架的这个框架,去细化我们的设计,一直细化到哪里呢? 对具体功能模块的实现,的这样一个抽象,也就是说,举个例子。 还是它,可能就是,在续旧阶段有这么多内容,然后,我们的概要设计,抽象出来一个,比方说, 我看,点菜的,比方说,我们,你如果,因为点菜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流程,对不对? 我们抽象了一个流程引擎, flow engine,流程引擎, 我们还有一大,还用到了一些什么呢? 三层结构,我们把它都定义出来,BL啊,DL啊,PL啊,还用到了一些MVC,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把各个,各个的那个, components,组件,给它定义出来了。 这个组件是什么,是我说的那个什么library,就是那个,动态电机库这些东西,就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定义出来了,然后,对各个项目的细化,我就开始去划分了,去分,分到group1,group2,group3,group4,group1,去实现点菜,group2,去细化具体的网站,group3,又去细化什么什么, 这样子,那么,他们在去,而他们在最后调用和拼接的时候,都要遵循我在这里去定义的这些规则,并且,可能会用到我的这个流程引擎,这个就是我们公共模块,那么,而且,我告诉他们了,就是有个约定,告诉他们了,我这个流程引擎,你要用的时候怎么用,很简单啊,就是拗一个什么什么实例,拗一个,比方说流程的activity实例, 然后,再push一个引擎,push一个flow,把这个实例,activity组,给传进去,反馈一个什么参数,就,比方说,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步骤,而你不用去关心,我们引擎内部是怎么实现的,你只去关心,你用这个引擎的时候,它的入口和出口,这样子对别人而言,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他们就再去细化自己的这个实现,一直细化到什么样子呢?一直细化到函数,一直细化到函数,那么,最后,我们的空的架子,是不是都出来了?就差实现函数了,对不对?就差实现函数了,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coding过程,对吧?这个过程,咱们就明了。 这就是我们的概要设计和我们的详细设计的这样一个过程,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没有关系,后面我们还会讲到,那么,我顺便,虽然这堂课不是跟大家讲解,如何成为架构设计师,但是我顺便想跟大家谈一下,架构,以及架构设计师的两个层次, 我在有的书上看到,它对架构设计师的分层是这样子来分的,架构设计,架构设计师啊,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好像叫APP吧,一个叫APP,一个叫platform,平台,一个叫应用程序,一个叫平台,它的意思就是,这个你是做一个普通的product产品,这个你是做一个中间键,middleware, 是做一个middleware,中间键,那么,比方说金碟啊,用油啊,那些中间键,它认为这就是架构设计的两个层次,我个人认为这种划分是不合理的, 做中间键说的好听,这不就不,这其实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个逻辑概念,而产品的话,有的时候也是一个逻辑概念, 我在,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中间键不能称为产品吗?不也可以称为产品吗?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子讲解不是特别好,而且中间键本身也有软件中间键,那你那个,整个中间键你都用软件实现的,你不还是写一个APP吗? 只不过你APP复杂一点嘛,可能有Sorys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么我喜欢怎么分呢? 我喜欢分第一,叫Project,项目,这项目就包括各种各样的软件项目,什么APP也好,你的中间键也好,都是项目。 第二,叫Solution。 解决方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项目其实只要是软件开发,最后开发出一个成品,我认为它都属于这个项目,这样子,这个层面的我们的架构设计师,主要关注的还是我们的软件的这个实现,对不对? 应该说是几乎还是一个纯技术, 好,那么解决方案不太一样,当你达到你已经成为一个公司的,举个例子,如果我是Google的首席架构设计师,不是Google的吧,我是安卓的首席架构设计师,你要考虑的是什么? 你要考虑的是这个产品具有几年的生命旺盛力? 生命旺盛力,你要考虑它与竞争对手的优势在哪里,你要考虑它的技术前瞻性在哪里,你还要考虑程序员们是否能够就是快速的进入到你这个安卓的开发生态圈里, 你还要考虑这个Market是否承载量足够大,你还要考虑我们的ADT到底应该跟Eclipse结合,还是跟Netbeams结合? 你还要考虑NDK到底要支持到什么程度,你可能还要考虑其他的很多很多东西, 那么,因为我们老板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个,说让安卓成为我们的移动开发操作系统的老大, 你甚至于还要给出他的这种开源,OK,配合着我们的这种运营团队说开源, 开源怎么个开源法,开源该怎么去宣传,对吧, 这个就叫什么,解决方案的架构式,因为你在设计过程中,你定义的层面就更高了, 你定义的层面更高,而且你不光是关注到我们的整个系统框架, 你还要关注到他的周边的包括Market,ADT,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GoogleMarket之前就是重新设计了一遍, 你们不觉得现在GoogleMarket跟以前长的老板们长的都不一样了吗, 就变化很大,其实它不光是长相变化大, 它是推翻了重做的, 当时刚推出的GoogleMarket在承载量上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没有想到一下子那么疯狂, 所以后来是好像是在09年开始启动的这个计划, 还是10年,就开始在同步的在进行重做, 后来进行的这个推出, 所以我们考虑这个层次的架构是多么令人向往, 再举个例子, 什么solution, 最近我们Lita跟我说了, 商店, 我们公司的Windows Phone 7这个团队, 你来做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里头包括treening, 包括demo project开发, 包括我们的traffic, 包括我们其他的各项的这些任务, 包括business的project, 并且结合着我们现在表达公司有30个人可以投入到这个里面, 你来设计一个东西, 设计一条提升公司的Windows Phone 7 competence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架构, 目的就是以后再有其他公司跟我们一起去抢诺加的活的时候, 把他们全部给我干掉, 这个目的很简单嘛, 因为我们本来是通知加的几名合作伙伴嘛, 把我们竞争对手全部干掉, 显得我们的confidence非常高, 客户闭着眼睛都会圣我们, 那我就得设计了, 包括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要设计几个项目, 现在结合我们global, 就不光是我, 结合我们global的资源, 包括一些内部培训材料, 从我现在拿到一些Windows Phone 7的一些培训材料, 还是我自己加了一些培训材料, 还是比较丰富,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项目就涉及了20多个, 就涉及了20多, 而且分阶段, 第一批叫kata, 然后要做7个demo, 这7个demo做了, 我们就认为你基本上对Windows Phone 7有个概念, 然后再往下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再分组去做什么样的项目, 这个项目练的是哪一块, 到底是练的是它的firmark, 还是练的它的dial那一块, 拨号这一块, 这个都说得清的, 到时候完成了, 我会交出一张矩阵图, 给各位看, 各位看NFC进场通讯这块, 我们曾经哪个项目涉及到, kalender日历这块哪个项目涉及到, 拨号打电话和语音这块哪个项目涉及到, 这样才一看OK, 整个是涵盖了我们做一部手机的方方面面, 是不是就很棒了, 它就信任你了, 对不对, 别的公司可能就OK,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什么demo, 这个demo的设计, 拍脑子想的, 他们也没有想过什么覆盖这个方方面面, 所以这样的事情插进去就出来了, 所以这也算是, 这一个solution的这样一个设计, 所以大家先花几年的时间, 我认为有四到五年经验的朋友, 就可以往第一个设计上面去走了, 然后大概有个七年以上的朋友就争取往第二个上面去走, 如果当然了, 这两个它是有层次差异的, 但是不等于说, 你做好第二层, 你就一定做得好第一层, 但是我个人认为, 是一个好的做第二层的, 就一定应该做得好第一层, 就好像一个好的驾驼师, 一定要会编码一样, 这个让我想起以前一个笑话, 一个游泳教练培养出来的全部都拿罐金的种子选手, 结果那个教练不会游泳, 下面我们来说, 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设计过程,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设计第一步也不是拿来就设计, 我们第一步也是要去搞需求, 这个需求的话, 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们的前面的需求做得好的话, 我们这个需求的形成就很简单了, 也很便捷, 那么如果前面的需求做得不好呢, 那你有多忙的了, 但是总体来说, 我们这块需求, 我也把它整理成了三个方面, 就是一个三轴线,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还记得吗, 我们以前需求阶段三轴线是, X是横向功能需求, 对吧, Y是纵向的功能需求, 对吧, Z是非功能需求, 对吧, 那我们在设计阶段, 跟它有对应关系, 但又不完全对应, 我们看一下设计的三轴线, X是运行时的非功能需求, 比方说客户他将来, 他说我这个客户, 我这个系统要求一百个人同时在线, 这个是不是就是运行时候的, 就其实我们以前不喜欢说运行时, 我们直接就说, 这是我们的非功能需求, 是这个概念吧, 好, 为什么我这儿要分呢, 待会我会讲到, Y是我们的功能需求,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横向功能需求, 和纵向功能需求, Z是我们设计时需求, 为什么这样分呢, 因为我们做的好的架构, 是不是在设计的时候, 在我们的开发实现的过程中, 也会让人感觉很舒服, 很舒服, 这个才是好的架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能够追求我们之前说的一个策略, 分而置之, 你的分而置之是很到位的, 也就好像打仗一样, 你就是韩信, 你就诸葛亮, 我们打仗之前, 其实是谁在做架构设计啊, 是不是就是排兵不振着, 对吧, 诸葛亮现在有二双人马, 说你在这一块战场, 你在这一块战场,